欧阳峰一生共毁了四个女子的清白 一个智青 一个女魔 两位女侠 认真看过《射雕英雄传》的读者会知道 欧阳峰带着侄子欧阳克来到中原 在江湖里掀起了一阵又一阵轩然大波 不过欧阳克并非欧阳峰的侄子 而是欧阳峰为了面子掩人耳目 这才和欧阳峰以书职相称 直到书中的末尾 读者们才发现欧阳峰和欧阳克的真正关系 那时欧阳克的大腿被黄蓉用计压断 欧阳峰心如刀割之下 仅用这才讲述了欧阳峰当年和嫂子的游染之事 但你可能孤落寡闻的是 还有一位女魔也被欧阳峰毁了清白 在连载版的《神雕侠侣》中 欧阳峰还和李莫愁关系极其暧昧 原来李莫愁曾邂逅疯疯癫的欧阳峰 他寄予欧阳峰怀中的五毒秘传 剧情假意地靠近欧阳峰 欧阳峰失了心疯 把李莫愁当成了自己的依靠 二人同住一段时间后 李莫愁盗走了欧阳峰的五毒秘传 挽起了消失 欧阳峰大怒之下追到了古墓 还和李莫愁的师父大打出手 只不过在随后的三连版里 金庸删除了李莫愁和欧阳峰的亲密关系 还说李莫愁手臂上的手工纱依旧烟红如血 不过三连版的剧情漏洞也呼之欲出 毕竟李莫愁身为古墓派的弟子 同河而来的五毒秘传 而且欧阳峰为何无缘无故的要闯入古墓 和小龙女的师父发生激斗 此外欧阳峰在中南山的草地上遇到了杨过 小龙女 她为何要和小龙女爆发冲突 就算杨过出面解围 欧阳峰为何依旧认定小龙女要偷学她的武功 答案很简单 小龙女的武功陆树和李莫愁同属一脉 欧阳峰被李莫愁欺骗之后 这才恨无极无 于是出手点了小龙女的穴位 害得小龙女痛失了清白之身 只是金庸删除了李莫愁和欧阳峰的关系 这才让随后的剧情变得突兀了起来 与此同时 当时还有两位女侠也被欧阳峰毁掉了清白 在金庸的笔下何为女侠 当然女侠二字不仅仅停留在杨善除恶 路见不平上 原来在金庸的升华之下 他笔下的侠有了一个更高的升华 吉保家卫国 在神雕的末尾 蒙古大汗蒙哥率领十万铁骑入侵襄阳 襄阳城岌岌可为 在郭靖郭大侠的带领之下 群雄放下了个人恩怨 他们万众一心同仇敌忒 一次又一次的击退了蒙古大军的入侵 因此 跟随郭靖镇守襄阳城的黄荣 杨过 小龙女 英姑 周国通 成英 陆无双 黄耀师 易登大师等人都可以称之为大侠 然而颇为讽刺的是 这些大侠之中 有两位女侠 曾被欧阳峰害得丢掉了清白之身 第一位女侠 小龙女前面提到 欧阳风在中南山的草地上 一遇到小龙女就与其大打出手 尽管杨过出面协调 可欧阳风最后还是用逆转经脉之法 点了小龙女的穴位扬长而去 害得小龙女无法动弹之下 被全真教的影制屏趁虚而入 夺走了宝贵的真结 第二位女侠 黄蓉 在射雕英雄传的末尾 黄蓉因和郭靖产生误会分道扬镳 随后的黄蓉独自一人闯荡江湖 终被欧阳风在华山脚下索情 据原文的设定来看 欧阳风为了让黄蓉吐露九云真经的秘密 将黄蓉关到华山上的一个山洞里 二人同住了大半年的时间 当郭靖寻到山洞之时 黄蓉已被欧阳风撕裂了衣裳 看到这里读者们分别两派 一派的读者认为 欧阳风连自己的大嫂都不放过 至少证明她也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 和黄蓉这般美丽的女子共住这么久 岂能坐怀不乱 另一派的读者认为 欧阳风怎么样也算得上是武学大宗师 在她眼里只有九云真经 就算黄蓉再妩媚动人也不会动心 可不管怎么说 黄蓉正值青春年少 和一个男人在山洞里朝夕相处了大半年的时间 这件事情无疑是一件奇耻大辱 要是传出去 黄蓉照样颜面扫地